新毕业案这回涉案的还有很多是台北市府的官员 面对这样的情况台北市的大家长 郝龙斌市长会不知情吗 北市府争议一直以来都相当的多 不过力挺官员也让大家痛批真的好瞎 我们带你一块了解 好我们来看看双子星毕业案 现在台北市政府包括了捷运局财政局 通通都被检掉给大局搜索 那么财政局长邱大展被约谈后也被请回了 不过其实双子星毕业案之前签约破局 各方就批评郝市长你没有问题要负责吗 只有让前捷运局长陈春亮来下台 没有想到毕业案可以说是接连的延烧来连环报 涉案的层级也越来越高 市议员也抨击郝市长的危机处理非常糟糕 协助离经案情 说是来协助案情 双子星毕业案台北市财政局长邱大展约谈后遭请回 眼看市府笼罩毕业案风暴 市长郝龙斌急着撇干净 这个案子是台北市政府主动送检掉 要求检掉调查 我想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处理 而且我们现在一切尊重司法 没有积极查处只有懒工成分一个月前双子星签约破局当时郝市长只让前捷运局长陈春亮下台负责 并强调不会再撤换其他局长反而让毕业向上延烧 尤其邱大展不但涉嫌泄露17位评委名单跟三家投标厂商计划给中间人 前连开处长贾日清也被深压境界 还有被报疑似收千万顾问费的市府顾问张学孔也将被择其约谈 四个字了 真功伟过 世上好市长处理太极双星的善后 他做得非常的拖泥带水 暧昧不清 地监主起诉了 或者是地方反应判刑了 于是呢才要认定说 你自己下面的局处首长是有问题或是没问题的话 那就不需要郝龙斌市长 也不需要台北市的阵风处了 双子星涉案层级继续扩大 郝龙斌危机处理 慢半拍对下属一位乡挺 也让他的问鼎大位之路危机四伏 三地新闻林工伟 迪皮 台北报导 好市府关于涉态也要